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状态有点得过气过了 也不是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这样 就觉得人家都很有条理 但是我也属于走一步看一步 基本上也没有特别条理 整体上还不错 因为你的节目做出来了 至少每一期节目都是比较用心的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挺好 这说法就是一个爱好 就像我分享 我也不知道讲啥 你问我 我突然能想起来 那就只能说是讲这种爱好的东西 你说IT行业有啥 其实你我的经历虽然差几年 但大体上差不多 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上升期 或者说说进入平和期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的 所以这种 怎么讲呢 就是感受应该差不多 我原来写跟你一样写过代码 我发现我不是这块料 干不了这一行 你也是以前也能学 计算机的 是吧 不是 我是 应该说是转行转的 我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在我们那个学校 我被招进去 就是非计算机专业 我是地质专业进去 然后后来学校转型 然后我就去了电子工程系 其实后来我是 毕业正常就是无线电专业 是这样 因为你的年龄 我第一次采访就是说 既然你的年龄比我还大一点 因为你上大学 我上高中 我觉得第一次找到机会大的 不会吧 那说明开听你的观众 还是大部分是比较 大部分都是90左右 90左右是吧 对对 比我小 但是也就是90左右的是最多的 因为我看你 我主要是听你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机会上 就歪打正刀的 就看到你的内容了 我就听到 我就不断的去反复 看一下听一下 我以为都没全听 说实话没有全听 对对 因为你录的太多嘛 有很多也是没有全听了 也没什么意义 说实在了 很多人就是 听听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块 对 其实有时候说出来 也很别笑话 有时候当做睡眠的时候 那个睡眠区一样 对对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觉得 就跟我们 普通时间还不困 然后一打开英语书 就困了 这个睡眠一样 很多人也是 听我的电台也是 没得听了嘛 有些会越听越兴奋嘛 受不了 他发现我这个 自己唠叨唠叨的 可以帮助他睡眠 这也不错 这也是我的一个 我觉得也不错呀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说 这也是一个帮助是吧 能睡眠也不错 对 反正有他的这个价值嘛 对吧 对对 因为有些人睡眠是需要音乐 有些需要噪音 可能我不知道你的感触啊 我有噪音多了也不行 完全没噪音呢 我自己有噪音 你知道啥一干 因为我耳鸣啊 所以就会就是你会听到一个高频段的一个声音 就是大概在2000赫兹左右吧 就嗡嗡嗡在响 我知道我以前有过耳鸣 是因为我耳鸣是我颈椎病造成的 但我颈椎病好了之后就就没有 但是我再犯颈椎病的话就有耳鸣 主要是左边的耳朵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这属于叫做什么药物导致终身伴随 那个就比较痛苦了 对 就是你可能应该容易理解 就是之前我们打消炎针都是什么青霉素连霉素啊 对对对 然后我是连霉素过敏 然后就直接就晕倒了 就打那针还没打完就不省人事了 做皮试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之前我又打了一针也没反应 但是就打到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打到那一针的时候 针还没推完 你就打屁股针嘛 嗯 没推完我就晕倒在那 哦 对就是你说起这个来 就咱们那个 因为咱们就差几岁嘛 咱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哑巴 实际上就是打到连霉素打的 对好多都是这样 因为药物过敏 那时候连霉素好像有什么问题 咱们这里也他妈胡搞乱 你想听真话吗 还是说你能 可以可以 可以讲这话吗 我没干嘛 我我我我听到的消息 第一 轻霉素连霉素 嗯 是不会过敏的 哦 就是一定不会过敏的 这个从你自己 我给你讲完你可能觉得容易理解 我有做药品的公司的人 说的他在医药行业的 他说其实这玩意不过敏 为什么过敏 是因为我之前前那些年代工艺不够好 他在生产轻霉素或者连霉素 他会伴随有其他的霉菌 哦 你理解吧 你过敏的不是青霉素 也不是脸霉素 是他在这个培养环境中的额外的其他菌种 你理解吧 你想他是消炎的东西 你怎么会过敏呢 对 是吧 你通过正常的这个 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这个逻辑去想 他本来就是消炎的 他过啥敏呢 嗯 就是因为纯度不够 所以会过敏 在海外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不做这个 皮饰 皮饰的 没有这个东西 是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的原因就是因为工艺不够完整 哦 是这样 质量不够好 哦 反正我小 我有一个 就是发小 他就是 他在很小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他跟我发小 我显得是一样大 他就是打这个药 然后打出了耳聋 到现在他不能 他其实 我们叫哑巴嘛 哑巴实际上是因为他听不到 他的发声都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听不到 为什么听不到 就是家里人说 他就得了什么感冒 或者是什么 就是 联眉素 联眉素打多了 然后就导致他这个 耳朵就不行了 但他 他也 他找了一个媳妇 也是类似的药 因为你想想 实际上他属于团结人 他其实找不到正常 然后找了个媳妇 也是打药打的 这东西不遗传 因为他是打药打的 因此他两个 对 他两个孩子都非常的 就是 通敏 也非常厉害 就是 因为他 比我稍微 他不用 就是他上了那种学 就是 他不像我这样 不停的上学 因此他很早就 对 很早就 工作了嘛 就在我们家里种地 这个样子 然后他小孩都已经读大学了 都考的山东大学 在我们这里非常厉害了 山东大学 基本上在山东 就是北大清华三大 第三名吧 是 在山东 是 985里头山 山东大学算是很好的 我的学校都不是这种名牌的 就是现在牌的话 跟我第一次进去的 那个学的那个专业 还勉强 算是双一流 一流专业 就是地质专业 是一流专业 对 因为是这样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一点 你在录吧 应该 对对对 他始终在录着 就是你可以讲 随便讲 最后我看看怎么剪 我都会给你 给你听 行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想你的学校 是在内地上的 我是在边疆上的 我的这个 这什么住的地方 离边境线 也就不过100公里 就是属于在西北的 那个比较偏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教育 总体来说 比内地要差很多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 没有几个老师 是经过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的 好多老师都是 这个原来是什么 初中啊 或者是高中啊 自学出来 然后教的 嗯对对对 我我上 我上高中的话 就是大专嘛 都是大专这一类的 那老师都比较山寨 我上初中的小学的话 就是我们村里的那种 就是可能上了个高中 或者什么 他就可以初中 比如说上个初中 他也可以教小学 这样 对 差不多 基本上 我们这个可能跟你情况 还有点不太一样 更倒置 有些老师甚至是初中文化 最后去教了高中的 就是他实际上教的是比他的最高学历要高的 这种情况 啊 就因为你你年龄比我大一些 因为还有这样 其实你那时候能考上学就非常厉害了 因为我的 也不叫厉害 叫运气 对对对 我也做很多时候 其实别说什么 我觉得运气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运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有时候那个题你选B他就是对了 这也在实力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个明确说我考试的时候 那一年考的不好 就发挥的不好 然后是低于这个所谓现在的本科线的 差一两分吧 但是依然被招收了 因为是报那个学校的名额的人特别少 那学校在那边在我们的区域招不够 就在新疆这个省招不够 所以就把我爆进去 烧进去了 就这样一种情况 但你说差的原因呢 也是自己的原因 就是你也知道他很多有达体卡 对吧 那时候开始用那种达体卡 但是我这个叫什么运气不好 我的钢笔就就一下就爆管了 把那达体卡全部 弄屋了 对弄屋了 就是有一门考试也很重要一门考试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新进的变化确实影响你 是 而且他等了大概十几分钟 快二十分钟左右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这么长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表在这个考点挂着的 也没有那种什么挂墙上的表 也老是不报时 他只是告诉你到点收卷结束 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也是 对 所以你一想 考试之前十分钟 告诉你 还有十分钟 就这样 对 所以你一想你这个心情的变化 你说我说觉得二十分钟可能是被放长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表示说我那个心情就是那样子 那往后都影响考试 后面都是 那个什么影响 所以当时就差一点分 但是还好就是报的算是歪打正着 然后报的就就熟了 那时候招生少 那时候更少 因为我的话是拨招的第一年 就我那时候一下子就扩招了 那时候我大概扩招了 三十万还是几十万 挺多了 你想想 像你们那时候大概是招六十万左右的 我当那时候就已经要招到了九十万这样 你想想 三分之一好多了 那时候 然后一下子 我们那时候就在说千追万马几独共桥 对对 然后我是第一届 就是扩招的 因为其实也是 就敢行事 就是因为他入市了 发现到处缺人 你就找些以前不怎么样的也来上 但现在的情况又恰恰想反了 就是人太多了 而且国际行事也不大好了 结果人超级多了 因为以前我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我们差几年应该考生差不多 就是我上的时候是全国考生是三百万多不到四百万 我相信你应该也差不多 三四百万 我有点记不住了 我也没有去再去想 因为都过了很久 对对对对 97年我就工作了 对对对 那时候是 那时候就是考上一个学什么样子的 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对 所以我说我进这个行业也都属于这个叫什么 都是一种运气 因为之前我出来也是在国营企业里头搞无线电的 也还是继续搞这些东西 然后 那时候你们iPad工作是吧 要 我们那时候是有那什么 刚刚开始有双向选择的这么一个说辞 有这么去做的 所以当时我是弄了一个 那个什么 怎么讲呢 就是自己选的 而选了之后就去了 就这样一种一种情况 是这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要全是自己选 但是国企好多都去 就各种企业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难 比现在来说 比现在来说要简单 对对对 那时候很容易 因为我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 投了一下 然后本来想去迷营企业的 但是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校一班嘛 所以没看上 然后我就想想也无所谓 反正就选了一个国营企业 然后也像是有这种什么交流会啊 或者是说什么 对对对 招聘会 现在他们叫校招 在学校里头嘛 然后我就投了份简历 然后他就收了 收了 我一看发了 我就去了 我当时没什么想法 他现在想着挑什么 以前最主要的是 你那时候可能比我还差一点 就是互联网更没有 没有 我跟你这么说 我在学校的时候 用的是Modern 调制解调器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速度是9600的字节 对对对对 那个就不叫字节了 你说的对比特 他们叫波特 高开始的时候 波特对 大概现在说的就是比特嘛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出现那个Linux的那个颗扭 大概一兆大币吧 左右 我去下那个颗扭 我搞了一个晚上了 用拨号的那个Modern都没搞定 下不下来 学校里头下不下来 是是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 但我的时候就已经多了 就是56K了 56K比你那快了不少了 对我们那时候的内存这个机器有这个什么64 640K 640K 对对对 然后有一兆的就算是高的了 是是是 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想象不到嘛 那硬盘就是多少多少兆多少兆 对啊对啊 我们那时候没有硬盘 你想的想不到 软 刚开始是软盘 一个五寸盘 五寸盘我没用 我用过3.5寸的 那我们那时候是五寸盘 然后放进去之后引导在那 然后到后来呢 我都记得快毕业的前一年 就大四的时候 学校就有那种带硬盘的机器了 那早期的时候就是那种 呃要放五寸盘放进去引导的 然后弄的 就是环 学校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好嘛 就是也没有那种比较先进的机器 你知道吗 嗯那那对 那当年是比较艰苦嘛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呃学校里的电脑 就是有一半是Windows Windows高的 Windows95 另一半是DOS 哇我们我们要穿鞋套 要穿你知道吧 跟那个对 跟进实验室一样 但是大家那时候已经家里有钱的 都已经买到了自己电脑 我们知道那万一不珍贵 结果呢 你要整的像穿上这个生化服一样 进进这个机房 哎特别逗 呃我们还好到大学没有 我在高中的时候呃 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机房 算是类似于呃别人捐款弄的 你想那时候他那个机器是苹果的 Apple 2 哇那很贵的机器 然后算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捐的 就是也没有人说 但是我感觉就像少医夫啊 什么这种 那啊 啊有钱的人捐的 然后大概有不到20台吧 然后上课的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 记得呃一个月上一节课 然后在机房里头几个 两个人用一台电脑 就是那个Apple 2 哦哦哦 那个我我就是我上大学才 其实我在高高中时见过电脑 但是没有玩过 哎呀那时候都没啥 没有什么操作系统 那就进去就是一个basic 那就是个编程语言 然后还要用五寸光 那个不是光盘 就是软盘 软盘啊 启动之后才有DOS 对对 反正我上学的时候 DOS的话就是我们是三点五寸 大概是1.44兆嘛 1.44兆 对 我记得最经典的事情是拿这个1.44兆 然后宿舍里是没有这个这个 没有网嘛 然后我要拿着这么几个软盘 然后去人家网吧里 下网络小说 下网络小说 好多的 那那各种的 吞稳稳还是存不少的 然后下回来 是 在上我们上机房的时候 然后就看小说 看这个电子的小说 那我上因为我用电脑的时候 基本都是在学习 然后那个什么 不是因为 主要是我不太爱看小说 但不是不玩 有时候就是 那时候游戏少嘛 所以就没啥可玩的 然后就把电脑本身 有时候当个玩具 去玩 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把他当玩具 是 其实现在也是 但大家可能都在玩手机 其实有时候 我跟这些年轻的 因为不是有很多听众 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就会 因为有个年代感 他们就觉得 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很爱学习 我扯蛋 我们那时候也是不学习的 没有人学习 这不负责天性 是 就在大学 你不会逃课 那是不行的 我们的逃课 还有很多的这种讲究 怎么样不被老师抓住 又不算考 考情理的 然后怎么怎么的 然后怎么时间出去 然后摸索 大家几个人的同学 还去分享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对 但是大学 确实对一个人的 心智的成熟 确实很关键 因为你交的朋友 好像很多 还是有影响 最重要就是 学会了 自己控制自己 就是去安排一些事情 这个是 就像你说的 我们玩 就是有的时候 没有人管 父母没人管 但是看你的自控能力 你就练习你的自控能力 就是现在想是这样 那当时就想了怎么玩 怎么闹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是高中开始住校的 就是初中到高中 但因为我在村里上 高中实际上离我家 也就是三公里这样 你想想在城里的话 不就两站路 或者一站路 但是那时候就 步行的话就有点远 然后我就骑个自行车 实际上我可以下了课之后 骑这个自行车 但是一路都是黑的 就比较痛苦 村里的路都比较痛苦 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 没有路灯嘛 就纯黑的 大概那时候我们上课 要上了个九点半 或者十点这样 然后就很难一直回去 夏天还可以 因为夏天有月亮呀 或者是这种 也不太冷 冬天就不行 冬天你这个 倒是不害怕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你不 没有人去拦你 或者是劫你什么的 对对 也不会有狼 那村里哪有那种东西吧 对 那我 我们倒是 那时候倒是有见过狼 特别是我当时坐车 对 从我们家里那里坐车 到乌乌奇 就早上起来 就看到那个狼 追着那个车在跑 在公路上 有几头狼 然后追着 追着车在跑 他追 是追什么 追 有人丢他食物 还是他真的 没有 就是他看到 就是看到你车上 他可能感觉到 有吃的 有人的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时候的车 不快 你明白吧 就是那时候开车 特别是晚上 就是早上 就是怎么说 我坐的夜车 坐夜车的话 早上六点多钟 我醒了 就看到那个狼 就夏天的时候 就跟着那个车在跑 那时候车的车速 开个七八十 就已经很快了 你理解这个 我知道 那个客车 实际上是比较慢的 对 这个我知道 包括火车 当年也是比较慢的 五六十就差不多了 对 所以你想 六十公里时速 他偶然追一下 还是有这种情况 对 以前我记得 就是你比较慢的 那个火车 比较慢的火车 你可以 就是十几公里 二十公里 都有可能的 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好 有的人就这样爬下去 爬下去 在站台上 然后去买个东西 然后再跑上来 是可以的 对吧 对 那个火车一边跑着 他一边在追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 不是现在我们这里 很多人都要去 嘲笑一下这个印度吗 说这个爬火车 有什么 我说 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 跟印度差不多 但是你说了 他们也不相信 没见过 有一种体验 体验过就知道了 对 也没有先进 多少 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车就非常非常慢 尤其是进站 或者出站的时候 虽然它也是 非常慢 基本上就是 你走比它快 它要慢慢的 把车弄起来 而且我上 上大学的话 是在东北 然后过了三海关 这个可能 这个温差比较大 它铁路更烂 就是铁路长久失修 这个样子 它其实大概就跑在40 或者是30多 40 你就会突然感觉到 出了三海关之后 整个火车的震动程度 还有它撞击 铁轨的程度 就会变得非常小 然后就 对对 因为它可能就是 温差大 我也是给自己一个解释 它就是铁路更差 然后那车上的人也知道 一过了三海关之后 这个铁路就开始变得比较差了 对 当年我们 是有情况 对 现在就觉得坐高铁 真幸福 对 现在坐高铁挺快 不过现在高铁的速度 其实也降速了 然而我坐的话 都350的 现在很少开到350 一般都是289 然后300左右 30几 305 30几 那会比较多 我看它那个车牌上不是 车门上不是 那个通道那里 不是有一个 如果它应该是准了 我看都是300左右 差不多吧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 这个做假也没啥意思 对 这个也确实是 对 这种经历 对 经历是比较好 那时候的话 你是家就在新疆是吗 对 这样还比较好 我是说 你如果从地底过去 你说这种 那是是在内地过去 我不是新疆本地人 属于兵团的 对 这是这个内地这种支边过去的 你父母在那边 是吧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这样 他在仓吉 他老家 比我们还有一点远 比我们的位置还有一点 大概一个快400公里吧 他是在仓吉 然后我去新疆的时候 我就联系他 他说他很少回这个那里了 他现在就要不在内地 要不去出国 然后很少去 去这个仓吉 因为好像仓吉 离乌鲁木齐非常近 但有多近 我没去过 没有去过 20多公里吧 好像 20多公里 就是两个边境线 就是两个城市的边 边边算应该差不多吧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离仓吉 和雾鲁木齐都比较远 我在北江 那个北一点的地方 比较远 我在雾鲁带的时间 对比较短 我已经很多年 十几年没有再回去了 因为家里人都已经 跟我一样都来到广州了 所以就没再回去了 是这样 那个地方 我就对那里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等到晚上9点钟了 还有太阳 比较厉害 对 它那里纬度高 所以白天 就是夏天的话 白天比较长 冬天的话 就是晚上就比较长 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工作了 就是打工 给这种电信公司打工 然后是打工 半年在那里 胖了好多 天天吃羊肉 吃 我最喜欢吃 你们的那个叫囊坑肉 一天 对 一天高两斤 你忍不住的胖 那是 特别胖的时候 就是一般都是刚工作的那段时间 因为你平时的时候 在上大学的时候 还有运动 对 然后你突然一下刚工作 然后又忙 然后你又 就总觉得好多事情 不会要去做 所以大部分时间 都投入到那个工作上面 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 我胖最快的时候 就是工作了之后 然后搞这些 我不知道你在电信行业 你是做哪一块的 原来我们是在电信行业 我是做那个计费的这一块的 就是营业账务 像这样的 我是就是弄好了基站 我们把这个比如说BGP配置起来 路由器这一块 比如说网络配起来 还不是每个路由器 不是都是有一些配置文件吗 你是大网还是指的那种普通的以太网呢 就是整个比如说新疆连西安 新疆连什么这种 就是大网 神网 PSTN PSTN就是那时候叫PSTN 就是那种固定的 那时候叫什么 就是这种应该是非移动的 就是那种拿起电话 电话机的那种固定 不是 后来其实我们去做的时候 它已经都合了 所有的语音都是跑在IP上 就是你拿起来 它也是跑IP上 那你的比较靠后了 我们最早早期的时候都是模拟 我刚开始搞的都是模拟线路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晚了 就是它已经是 所有的都是叫什么什么 所有的声音 它没有模拟这一说了 都是跑IP 对 我突然想 因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模拟 你想大个大什么那种东西 包括移动的那种 我们都用的 烫耳朵 对 但是有一点是继承下来了 就像是你那时候用模拟的话 它是有一个叫漫游费 你知道吧 但是 对 我也是OIP之后 即使你打你邻居 还有打你是北京的 实际上是价格一样 但是这些公司 还是收一个漫游费 它忽悠你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完全漫游费为零 包括现在都已经是零了 现在应该是零了 现在你有哪里的电话都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成本是一样了 但是当年它还是遗留下来 反正能多收电影就多收一点 一个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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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早走到一号信令 后来改七号信令 就是数字的链路 再往后就像你说的OIP了 所以它那个漫游就更少 因为我们在 我做过这个画单的这种分解 什么计费的这种 所以我知道它那个里头有各种信息 什么漫游啊 电端号码啊 然后基站号码啊 什么LAC号码啊 什么HLR啊 什么Rash 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去解析 然后出来 然后再看的 对对 那时候的话 比如说你这条电线上 它跑不多的 它确实占用了你的东西 因为你比如说你从新疆 打到北京 它整个是非常长的 它确实要占很多的线了 但现在跑在光纤里 你就不应该收钱 因为对光来说 其实对光来说是一样的 你打你邻居 跟你打到天涯海角 都是一样钱才对 但是呢 它会有很多人说 我还是分省的 还是分市的 还有长土的 对对 会了很多年 又会了很多年 那管理的这种分割 这种就跨省 它没有跨省管理 它只有省的都是在省内一级的 去管理的 嗯 是有这种 是 所以我比你落后还是蛮多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都已经 所有的都是OIP了 对 这不叫落后 应该是靠先进了 没有这个 我们现在更古董的 我现在是更古董的 现在的话 好像还是那一套 只是设备更先进了 这个我就没再去关注了 因为以后我就做 就是在这个电信行业之后 就跳过来 就转去做这个 呃 纯软件的东西 虽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应用 毕竟在这个外子企业里 比如说软件可能都会去接触一下 那主要是软件为主 呃 这个呃 整体感觉来说就是呃 现在变化比原来确实大很多 总是这个软件的集成度 稳定性各种方面 都比我们当时要高很多 对对 你想我那个时候 一个营业就是一个省 停业运营一天都属于正常的事情 那现在你说你哪敢说停业运营一天 你是不敢 你两个小时就已经是重大故障了 重大的事情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不是在广东吗 广东 呃 我不说哪个运营商了 至少我这个世界也有点落后了 就是广东大概是四个小时 就是一个运营商 相同的运营商嘛 比如说中国移动也好 中国电信也好 四个小时 嗯 他的收入就是青海啊 就青海啊 一年的收入 嗯 你根本不敢停的 就是 但现在你说这个就青海首先少 其次人少 而且他这个附加值可能也少 就是广东的话因为大家做生意嘛 就我我带的也是 我这个数据也是15年前的 这现在是什么情况不知道 但我相信也大差不差吧 就看那里四五个小时产生的利润 就是青海省一年的利润 哎 这是谁说的 这是他们做PPT的时候 他们讲的 我还当时是有点震惊 我说有这么大差距吗 你四个小时就顶回了一年 经济发展就这样特别不觉得 对对当时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惊 就是说他说你不能够报这样的价格 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省省给省之间差距太大了 就是你四个小时产生的钱 我这里一年搞不出来 但是我就想 好确实啊 你不能报相同的价格 就是要相同的那个什么 不都太不合理了 你就应该多收广东很多钱 然后收青海少一点 少很多的钱 但是这种东西 市场中归还是要跟市场 不能说个人意愿说 他这个应该多收点 少收点 这个反而不太想 就是不太符合经济规律 按正常来说 薄利多销 对吧 你买的多 自然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惠 否则你从市场角度来说 这个不成立 也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修基站 就是很多的基站 包括我建现在公众号 不是也说吗 就是说他家里是 在一个牧场 然后那个牧场 他要为了单独 给这个地方建一个基站 说实在 那个基站可能 他整个生命周期 弄下来赚了钱 远远不到这个基站的投资 对 所以这种 这种有些时候 就是叫做企业的社会责任 或者说 企业必须要 公共门 对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公共企业 他不是一个私人企业 对吧 他毕竟是公共部门下面的一个企业 对吧 我们现在说的是洋企国企 对吧 这是他要必须承担的一些 对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我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有点晚了 他已经就是大的地方 比如说大的地方都已经修晚了 我去修的反而都是一些 最后那一批了 或者最后倒数前三批 就是说那里 这个成本是收不回来的 就是我给你建在这里 但是肯定收不回来 否则的话 你手机没有信号 对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对 就是那里是没有信号 你必须要给他修上 比如说在大山里 那个大山里可能就是没有多少户人家 而且越山里住的越纷繁 这个就比较痛苦 所以你我都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 然后至少这个通讯行业高速发展 或者说进入这个维持稳定阶段的时候 我们都算是赶上了 就是有时候聊 还能大家都能聊到相同的 或者说共同的话题 对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代到处出餐 对 然后也算是旅游 那时候不过我见到很多的地方 就去 都是去的都是那种风景优美的地方 没有污染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没有污染 没法污染 对 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那种 因为都是特别落后的地方 晚上 那时候我在乡下能看那种 现在的城里 实际上我很久看不到星星了 那时候经常就晚上在那里看 哇 这个银河真的是银河 对 我在家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有时候夏天天热的话 有时候就自己这张床在家里的院子里头 然后睡觉 然后就看到那个银河 当然要盖被子 真的是改被子 要不然后观也非常冷 对 对 然后就看那个银河 就很漂亮 这时候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很难理解 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 特别是城里的人 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黑的一套不足 对 但是那个天就会特别好看 对 那星空 真的是仰望星空 对 那时候就是你 你这个 你只要一开路灯 很多星就看不到了 因为它已经把它的光芒都遮住了 对 光的污染 城市的话 就是这个 和这个农村的时候 或者说当时那种自然 更贴近自然环境的 最开化的这种现代社会 就差别很大 现在城里人就很难 很难碰到 现在小孩很难去看到这些东西 你只能拿个iPad 然后下载一个那种什么 对 那种软件 然后去看一看 有这种星星点点的 然后最多就是看个月亮 那还有啥 还基本上都看不到 对 现在是基本上都看不到 什么牛郎之女 什么就说的 这个故事 看的那个天上的星星 我们经常看 一仰头 晚上一出去 一仰头就看到了 像啥 我还记得就是 在城里 我在农村 那时候 小时候见多了 我从来不觉得好看 就是萤火虫 那时候我说我在地里 你这样一跑过去 晚上的时候 萤火虫 飞起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出来 那时候我家小孩刚刚小 我说我带你去这个地方 去看萤火虫 我想想 妈哪里能看到 我说都去公园里肯定可以 结果公园里 我们走了半天 一直也没找到 我发现 真的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萤火虫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在老家里 天天看到 你扔一块石头 扔在地里 那个萤火虫就开始飞起来 这样全飞起来 那现在想想 我已经好多年不见这种东西了 是这样的 我进了城市之后 这种也见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原来那辆北方 北方也没有萤火虫 但是这种自然环境变化差别很大 我们那是戈壁盛产 盛产戈壁 出席一看这是不毛之地 什么叫不毛之地 真的是啥都长了 对对 隔壁潭是吧 对对隔壁潭 然后每个城市之间的 这个非常明显的封界线 你就知道你出城了 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反正我记得就是 说300公里内没有加油站 那个路上标志 这很正常 对对 这很正常 确实是这样现实 没人嘛 对 然后一直这样开车 开车过去 然后突然有个牌子上面写着 300公里没有 所以一开车过去 就是见到加油站就加满 见到加油站就加满 对 否则你不要在半路上给搞事出来 哇那真是没人 有时候很难碰到一个人 对对 在路上 这我听说 但是我没有经历过 他们说这个车坏了 比如说那种开卡车的车坏了 你就要等着 等着后面的人来救你 等着后面的车来救你 对 当时这些开车的人都比较热心的 你知道我们在我们那边确实是有这样 如果有问题 大家都会下个停车帮忙 然后去呢 确实是周边真是鸟无人烟的 你像就这么说 你五六十公里以上都没有任何人烟的时候 那个人与人之间 你没有这种简单的互助 真的是很难生存的 我觉得也是 应该是这样 不像像内地的话就没事吧 到处都是人 反而会不用这么帮助 对对 而且那时候也不能打电话 在那里 在隔壁 哪来的电话 就是说基站都没有 对对 这个电话还是不一样 所以你说搞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搞的这个 可以见到很多 我也是中国基本上跑遍了 所以也是因为跟工作香港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爱旅游的 因为所谓的什么鬼斧神差啊 什么这些东西 大自然的这些东西 我见多了没感觉 你知道吗 你想小的时候就看到到什么叫荒凉 对对对 看到这种自然的力量 所以你会在这种感觉下 再去看新的 其实没什么感觉 像比如说峨眉山 峨眉山我在峨眉山待了一个月 反正是旅游景点去的 人去的旅游景点也好 还是不是旅游景点 我前山后山 我基本上都赚完了 在学校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跑完了 所以再往后看 跑的话 其实对山 对水 对这种 什么这种奇特的什么 这种 没什么特别感觉 不会有这种震撼感 因为很少有那种 就是你已经见过那种 所谓的戈壁荒漠 那个对人的这种冲击 应该是更大些 当然就是看人了 就是看人吧 因为 宏伟的东西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更容易给人造成 更深的压 这个压迫感 或者是说 他的一种印象 然后到时候 你再看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就 就不会有那种强的 这种反应 因为坐得久 然后经常就会有 压健康状态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早期跟你说的 初衷是聊这个兴趣爱好 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了 然后你总得找一个 锻炼身体的方法 对 是 这个初衷是 每个人的一个需求 本身的一个 最本真的一个需求 对吧 他就这样诞生的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 可能你应该能理解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本 有一个电影 就是 在中国的神州大地 这个 非常的盛情 这种连接拍的少女 对 是 我知道 所以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看的时候 当然初中吧 在我们到我们那边放 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 好像 然后去 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 然后 然后看了好几遍 有交钱了 一两次 那时候电影 好像票一两毛钱 看完之后 觉得不过瘾 然后再看没钱了 家里也没给钱 然后电影院是露天的 露天的就翻墙进去 就再看一遍 就沾沾的 就不做 没有位子 然后电影院 大概也有四五百人 大概是那样 然后我们就 翻墙子再看 看完了之后 又翻出去 所以就是有这种心态 你其实锻炼 最重要的是坚持 对吧 对 是 所以你找一个什么东西 坚持 就是儿时的少侠们 所谓的少侠们 就起了作用了 对 是 那是不是我也记得 对 所以你说运动 各种运动都行 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只要你们找到一个坚持 喜欢的运动 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这个 到处找 然后也跑过步 也游过泳 啥都干过 都觉得好像难坚持 然后 就是太孤单了 那孤单的感觉就是 不管是你对个人 还是对这个 群体 就是你的周围的人来说 都比较孤单 所以你没有东西可以聊 就像一个东西 它不管在锻炼的过程中 还是锻炼后 它都没有社交的属性 这样的话 就让你坚持 其实 或者说 它的社交属性不太强 因为就要看你的环境 比如说你的环境中 可能有很多人都做瑜伽 或者是都做 这个 这个 器械锻炼 那可能容易找得到 容易坚持 但我的环境中 我认识的人里头 都没有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想到 结合我的实际情况 我就想想 那我既然喜好这个东西 那我就从事 就早这样的东西去学呗 所以这就是 对 这是这个自然而然 那个发起点 因为那时候 我的亚间症状态很严重 就是十几十年前 亚间症状态很严重 坐飞机的时候 我就焦虑 我有几次飞机还没起飞 我就 从机舱里头又出来了 下来了 特别不舒服 所以你想 这是个人的正常反应 然后我就去找人去学 然后学的过程中 到处找 也就叫什么 这就叫做运气 就是我认识了一些 就是这方面的一些 所谓的老师 去去看 没有几个 让我觉得能OK的 然后突然有一次 在这个小区里头 自己在那里练着玩 然后碰到了一个小区的邻居 然后就跟他聊了起来 然后他也耗着一口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就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一下 后来没说啥 然后后来第二次又聊了 因为我是会一点太极拳 之前是会不会一点 所以我也在那打 他又跟我聊了一次 聊了一次 他就学了我 我现在学的这支的太极拳的东西 他就跟我讲 我说 你这个学的东西 跟所有的人都不太对路 我见到所有都不太对路 很神奇 然后我就觉得不错 要改学他这个 然后后来我就好长时间 因为也出差 因为没见过他 大概又等了三个月回来 这小区里就碰到他了 碰到他我就问他 你这个东西在哪学的 然后怎么怎么着 第二天就很快 就带着我去了老师那里 老师他是在佛山教学 然后我就跑到佛山去了 去了佛山之后 就看啊 看着别人他老师在讲 然后其他学生在学 我觉得 这个老师教的 有点意思啊 跟别人讲的也不太一样 还有我觉得最教的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刚开始 不懂这些东西嘛 所以只是觉得 这个老师都怎么都是 一对一的 就从来没有说 一个人在上面 然后下面一堆人去学 没有 他怎么一对一 一个人 他有四个学员 当时我看了有好几个 四个还几个 在练 在学 每个人教的动作都不一样 哎呀 我说挺奇怪的 为什么不一样 我没敢问 不熟嘛 在家人家教学 所以我就 在旁边看 等他教完了 后来我们再聊才知道 这个全每个人来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老师在教的时候呢 其实时间 就是开始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就单独在教 而且老师也说了 这个全这种东西 有些要学到真的东西 那具体要单独去教 他说我不开大课 也不开所谓的小关 都是一对一的 哦 这个老师 其实你看那个 我给你中国转的那些 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很特别 中国中央电视台 以这么高级别的这种宣传的 居然能做四期节目 我看了 我看他的 尽量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 他的发力啊 他的什么什么的 对 诠释技巧 就是我们老师 跟我们学权的时候 不讲阴阳 不讲太极限 只讲一些很科学的东西 就是力的发力方式 力的要素是什么 然后你的这个 人体结构是什么 你怎么把这个 人体的这个结构 要能了解清楚 然后你看看解剖学吧 对人 对你这个练圈有帮助吗 嗯 对对 教学都不要 这完全 就完全 就是我也是觉得 就歪打正招 完全让你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领域 然后你觉得这种东西 你说这不是传统的东西吗 应该有气啊 应该有什么 就是你刚开始 不懂吗 你就觉得会应该有这种什么 看上去好像很玄的 很那个什么的 因为他跟我们做一些演练动作 和那个什么 我们把它 就是说本来那是摆拍啊 就是类似像摆拍一样的动作 但是他要教学 他必定要有这种一个 摆拍的动作和一个过程 对吧 他讲这个力是怎么发的 你最终的感触是什么呀 那真的是 就算你摆拍 也是很难的 就是你看过那篇子 你就知道 我摆给你 你都做不到 那个老师做那个动作都很慢的 好多动作在做的时候非常慢 他说你看着什么叫本事 就是我慢慢的让你做 你都无法抵抗 比如说以快打慢 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上都是这样 对吧 格斗上面什么 这种都是这样 你快打慢 都是容易站得先机 取得成功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慢慢做 你依然不行 对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包括中国武术 就是说行或者不行 很多都是被一些 你肯定知道那些人 比如说严方 你知道严方吗 那个严方呀 还有雷雷太极 现在马宝国好像有点正面 马宝国也算了 其实 就是 因为就这种才会让人家去争论一下 你这个 我不知道马宝国是太极吗 也不是太极吧 他是学的太极 但实际上 这怎么讲呢 就是说 不是我认为的太极 或者跟我们这一支的这种学法完全不一样 对 他太过出名了 对 就是中国人喜欢说吧 他是个流量的博主 你可以认为马宝国是个流量博主 我很佩服 就说白了 或者说 你要不能说他在这方面任何问题 他确实抓得住这个时代的潮流 利用现代的宣传工具 然后给自己做出了很多的这种宣传上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他 然后也能赚到钱 我觉得这是本事 一没头没抢 对吧 也没诈骗 对 这个完全是可以 至于他套的那个壳 是不是真的 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 那假的 太极权不是这样子的 你想他既然在中国古代 在那个历史年代 任何一个权种 他诞生 他都有他的客观的诉求的 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没有过得那么富裕 那么无忧的 我们一定是有自己切身的需求的 对吧 所以你说的那种 说吧 能不能打 其实这个话 就看你怎么说了 你想你要从数学统计学的概率来考虑来 这个问题来说 什么叫能打 对吧 你是把它定义为这个打100场比赛 全胜叫做能打 还是说定义100场比赛 胜一半叫能打 还是说100场比赛 他都参加了 叫能打 这个完全是定义问题 是是 相对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 严格一点 来或者说严肃一点 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现在的竞技体育条件下 太极拳这种船 或者说传统武术 是不能打的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 重要的不在于这个分析的结果 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 要分析的是什么 是说你如何分析这个一种格斗术 它有没有实战性 首先要分析这个实战性呢 它要从两个大的层面来去看 第一呢就是这个格斗术的理论框架 是不是有一些明确的格斗的目的 和它的有效的训练方法 然后第二个再去看这个体系呢 是不是完整全面科学 当然这是一个大的一个 从理论和实践 这个角度来看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个体的问题了 就是说能不能打 最终要体现到一个具体的人上面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过 好多大师出来打 对吧 这个有结果 其实呢 作为这种 个体来表现的时候呢 首先这些个体呢 其实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呢 他们再怎么样 在理论上 或者说他的自己内心里 去崇尚他的东西 那都可以作为他的爱好 但在现实对比中 实际上是很差的 他没有这个办法跟现代竞技的格斗 去作为同场竞技的 这个是一定要弄清楚的 但是你说练过太极拳或者传统武术的人 对一个在接斗的时候 或者是说被逼无奈的时候 要出手的时候 大部分的情况是肯定是练过的 能打过没有练过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 你即使 即使太极拳不能打 但是练过太极拳的 比这些肥仔肯定还是能打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就说嘛 不要拿业余的爱好 与职业的选手 真高低 然后去评论这种东西 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想我们是爱好者 就哪怕专门做船舞的 所谓靠船舞吃饭的职业的人 也不行 他的职业不够真正的职业化 你知道吧 他虽然考起吃饭 但不是说他是职业化 现在竞技体育的方式来吃饭的 是是是 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讲嘛 都是讲那个 跟一说就跟这个闪打呀 或者跟那个泰森的 或者是跟这些拳击去比 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嘛 对 这不合理 其实这种就像我们 像说个跟我们行业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说做个web的页面 对吧 你说最早的时候用CGI 然后又用PHP 什么Java Script 或者是用Java 或者是用什么ASP 那你也知道 做个程序员 他们也会比呀 对吧 PHP好用啊 JavaScript好用 真早 在网上从来没有 这个什么 结束过 都在说自己觉得这很好 是是是 我是这样 我对太极拳是 我难道没什么研究了 我了解一点点就是说 他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杨露禅搞的 因为我看过一个电影是说他搞的 就有个电影叫太极 你知道吧 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起源有各种说法 这都是需要搞权的这种历史传承的这种学术人去做吧 因为我们学的这支呢 给我们讲的呢 就不是这样 最终从哪里起来也不太清楚 首先这个名字 太极拳 是中国近代才有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中华民国后期才出现的这个名字 之前不叫太极拳 他是好像我看的这个 我看的这个有可能是电影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苏琪 我觉得苏琪怎么很漂亮 只要苏琪演的电影 我都看一看 结果就是这个太极上 他演的杨露禅的妈妈 但是同时有一个女明星 我又不大喜欢 就是Angela Baby 我不喜欢她 结果她演的是杨露禅的情人 还没有结婚 就是这样 但是正好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演员 一个不是很喜欢的演员 但我还是去看了这个电影 太极 上面后来我看是 他们说太极的来历 这个有可能是假的 说杨露禅怎么样 穷小子一个 然后去京城打拳 确实打赢了很多 后来有一个叫翁同和的 你肯定知道 就是光绪的老师嘛 那个保守派 说给他写了一个对联 据说对联里有两个字 叫什么什么太极 他就把这个叫太极拳 真假不知道 我也是一个传闻之音 都是电影演绎 都是电影演绎 首先来说太极拳的起源 从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相对官方的说法来说 是无法确定的 有人说是太极张三芬 说张三芬创权 但是张三芬呢 首先他这个人就是虚构的 就不是有一个确切的这个身足年月 也没有他的一个成长经历 对吧 就没有实际的物质 这个记载和他的这个住过的地方 等等这种佐证都没有 那比较靠谱的呢 我自己觉得还是我们学的这块 或者现在说的这块 就是那个河南温县的陈 就是这个陈家 这个姓氏的人创权 这个还比较靠谱一点 陈王婷 就说白了 就是说这些 呃 故事就 怎么讲都行吧 因为我们也不去追究他的这个 呃 真假或者是什么 但是 从这个需求来说 就从至少从我们这支来说 太极拳的创权 其实 我们这支权的权势 呃 起源的话 是来自于七季光的这个七家兵法 他不是 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你理解吧 他一定在一个之前的一个上面继承发展出来 我觉得这个 讲的这个东西呢 可信度还是有 但我没办法去验证它 我也不知道它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在你的思 就是从人的这个思维逻辑上来说 它比较靠谱 他大概我们老师当时在说 就是七家兵法的那个 呃 这个 权法上面 就是直接拿来了28式吧 还是我记不太清楚 就是拿到我们现在这个权中 我们这个权现在 按现在的划分大概是86式左右 呃 多一点少一点 基本上也算 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 这个东西不是百分之百的划分的 他没有一个呃 呃 标准你知道吧 嗯嗯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对 他有一些变化 因为权 我们以为的权是一个套路 是吧 这个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 实际上我告诉你 不是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哈哈哈哈 套路只是为了记住一些动作 而编排的一些动作 方便与练习 他在实战中不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但我相信太极拳这个东西 呃 我只是最淳朴的一个分析吧 哈 就是我相信 比如说呃 在清朝也好 或者是不管哪哪个时候也好 包括你说的奇迹光那时候也好 他一定是有实战作用的 你否则你你你你吃饱了撑的 练这个干什么 比如说他有可能是押送标局 但我也相信押送标局 最主要的 我相信不是靠打 我宁可送钱 我也不想去打 我觉得标局最主要的应该是 我有一兜钱 就是说我你让我过去 我给你这笔钱 会更好 你说对了 太极拳其实就是个骗术 呃 这个骗术不是贬义啊 就是中性词 什么意思 就是呃 你在格斗的过程中 我们就说真正的要通过接触 或者手 或者是一些兵器进行接触的过程中 他也是使用一些这种利益的技巧 引诱对方露出破绽 或者是借用你自身的技巧 然后对方进行攻击 但是更高一级 我们说到现代社会 本来我们不是一个冷兵器时代 也不太能 我们也不做任何的 就是说包括我自己练习 只是为了健身 对吧 嗯嗯 并不做任何的这种格斗上的这种考虑 他实际上能用嘴化解的 你干嘛要 对对 或者说用言语能化解的 你干嘛要上升到动手 我也相信是这样 就是说包括以前那种押送标局 你们看他都会说自己会太极拳或者什么拳 我相信他不是靠打的 当然了你要有这个架势 但是最好是不要打 这个就看你说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全种吹的这么厉害 或者怎么样 其实他有一个威慑的作用了 嗯 但正正的说吧 是需要格斗的 就是你真的去那的话要格斗 但我们对这个国内的研究啊 就是发现或者说大众没有进入主流的原因 就是他的强度训练强度不够 然后他的训练方式有问题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理念有问题 就是他不是没东西 你比如像那种什么 现在很多的这种武术或者格斗中 或者甚至在这种各种比赛中 会用的那种十字锁呀 这都是中国传统武士里的东西啊 不是没内容啊 有内容 但是你这种观念的错误就导致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讲这个爱好 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要重新认识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 你要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学习 去练习 然后 就是说 我不能说发扬 因为我不是专业做这个 虽然我是入室弟子啊 但是我也没有这种兴趣 或者说这个能力啊 主要是能力去推广它 或者是传承它 就根本寒不上发扬了 因为毕竟从现代来说 我们这支里头 你也看了那个视频 那个张先生 对吧 就我的视野 他已经总结出来了一些 在文学上各种方面都 有建树的那个 像对联一样的 稍结领境 入妙境 两头卷七 定乾坤 这个是我们这个权力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但是你听懂了 我给普通人讲 讲了你听懂没有 没有人听就懂了 然后你说它是不是核心的东西 但我们来看 如果你懂的内容的时候 也知道它是核心 确实是这样 稍结领境 然后要两头卷去 没说错了 一句话都没错 但是太文艺了 但也说到了点上 这就是文化 就是说把太极权的文化一面 对 其实你说太极权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 你说其实都相通的 我想起来 你看我又开始掉书袋了 确实有一本书 叫学习之道 这个家伙不是假的 他是连续二三十届 然后获什么 获这个象棋 国际象棋大师 非常非常厉害 他好像是从几岁 可能七八岁开始 你如果有听众想读这本书的 你不用去买 我也不推销收 你就收一下 学习之道 你就可以下载到电子书 就学习之道 这个家伙是 你可以看他的履历 是就是按照神童来 以前纽约时报都宣传他 他是神童 他在某一个时候 他这个学习下棋的记忆 已经达到巅峰了 然后他就要找下一个领域 然后就是他突然 对这个太极拳感兴趣了 然后他就开始学太极 但在美国学太极 人家不是来中国学太极 但是他这个太极拳还是 跟中国的太极拳是一样的 就是美国老师教可能是 可能华人的老师 他也就来台湾去学 找一些什么太极大师去学 然后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他就说学打太极 跟学象棋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 因为他是个畅销书 并且他履历非常的光鲜 好像是中国象棋大师这样 然后我买了之后 其实他讲的道理 都是是有一定的 就是要有全局观 但是太虚了还是 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 他说他非常擅长学习 他意识到了这个象棋 跟这个太极之间的关联 也很玄乎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学到权 而是学到了权的文化 而不是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他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中国的 我不能说这个群组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经常会理解的一个误区 就是 或者说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个点 其实那些书 或者是全处 和中国很多的那些东西 是写给懂的人看的 不是写给入门的 和学习的人看的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理解 就你刚刚说的什么 这本书也是这样 他好像都讲了 对吧 又看好像什么都没讲 就是写给懂的人去看的 你知道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我们这个土地上的人 特别喜欢去忽略一些信息 然后突出某一些的信息 而展示某一些方面的强害 或者说他的一些power吧 这个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皇帝内经的东西 也看过一些中和中医的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你说你 就刚刚我跟你讲了 为什么叫废药 废医院药 就是我多少看过一点 虽然我还是个门外汉 但我自己就觉得 他这个东西 写的太虚了 虚的原因就是 类似于写给懂的人看 但是又没有量化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他那个质变的东西 或者说质上的那些东西 就是关注本质 或者什么 那个东西都是完全 他虚构出来的 没有实际的证据 是证明 他可能在逻辑上 或者说在他的这个理论 那套理论里头 貌似是可以的 但是落不了地 是有这种情况 包括我就一直觉得五行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 包括音乐上 中国传统的音乐 就是我也跟一些音乐的 这个朋友吧 或者说一个老师吧 我们沟通过的事情 他也就说过 他就像中国的一些古谱啊 就是非常老的那个谱 他只有主旋律的 或者是主要的 他没有那种 这种看上去 现代音乐中 他们说的 类似于什么 一些细节的东西 他说这是 其实很麻烦的 他让你感觉 大刺上好像像 其实你演奏出来 就会偏离 最早的话都会偏离 就是不断地在改变概念 就是回到这个什么上来说 就是他不断地在重新定义 这个概念 我练太极拳 我就感觉 好多人都在重新定义 这个权利的概念 那你想 你这个传承能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虽然我是学这个的 但是我非常客观地认为 太极拳消亡 是很正常的事情 甚至会加快消亡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讲的东西 就是太讲究衣服的 表面的光鲜了 你没有给人看到 你内部的东西 然后你在讲 就算有些人 有些人在做得出来 说不出来 也讲不出来 他讲的东西都太悬了 还依然是运用那种 比较模糊概念的东西 或者没有术语的那种 大众的老白话 去讲这些东西 你一定学不到东西了 这也是 我相信 我插一句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 一个非常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用比喻 我其实有点讨厌这样 就是用比喻 而不是用公式 比如说我们 因为学理科了 我们可以把公式 给你搞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大家都听不懂了 于是我们都会 要用个比喻 包括做软件的话 你仍然要跟人家讲 我要比喻一下 但是比喻 就非常难以找到 贴切的地方 没错 比喻就不行了 没错 所以我也觉得 这是文化的问题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 这个符号类的这种文化 这种体系的发展 是非常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数学里的 那些公式 对吧 它就是个符号化的东西 对吧 就是要这样的 我听到解释 就是包括道德经验 什么道格道 非常道的 我没有听过几个人解释的好 我觉得还是那些大家们 真正的解释的好 我记得好像还是易老师 解释的一个非常好 道可道 他说道 其实就是因为 为什么可以说 就是说我能给你讲 但是我理解得到 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道 不是我能用文字 完全写下来的 其实这就是我讲了 我们学太极权里的东西 为什么说烧结领境 这个东西说的很简单 就是文字 但是你如果不亲自去体验 就是两人要亲自去释手 你永远不能理解 什么叫做烧结领境 因为那是力量的一个变化 和使用的一种方法 你只能通过接触 然后感受这个力的变化 你才能真正的明白 烧结领境是什么 体验很关键 这不是说嘴上说的 或者文字上写的 无法描述的 你说你能在没有见过 一个大象的人在面前 你能完全用语言 能描述出这个大象是什么 对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道可道 非常道 我觉得就这种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对 一定要简单明了 然后才方便与人理解 最后才能传承 才能发展 对 很多的地方都太悬了 对 我记得 对 我记得就是 我第一次真正去关注 这个太极拳 实际上都是 不是第一次 每一次关注太极拳 实际上都是一些 比较丑闻的事情 没错 因为只有这样 中国大部分人才会理解 这是太极拳 然后有些人 因为说白了 练拳给我最简单的感觉 就是 真的很苦 或者说 真的很花精力 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 他自己的故事 他当时学拳的时候 问他的老师说 练太极拳 有没有绝活 绝招 那老师 但我就不细讲了 那个老师 这个 就是那个张先生 就是张志静先生 他就想了一会儿 然后就告诉他 有 然后就说了出来 认真 用心 刻苦 六个字 六个字 就是没有绝境 对 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 又加了两个字 坚持 对 就 笨方法最好 笨方法就是最好的绝境 对 你说人生的绝境是什么 我们开玩笑说 重生到死 对 那你懂得比较绝境吗 对 是 是 我估计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说 讲讲我的爱好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去分享 这是一种感受 就是你人生中 可能有多种感受 太极拳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很多样的情感 和很多神秘的地方 但是我就觉得 你真的深入他了 你会觉得他真的很神秘 也真的不神秘 就是你把他看完了 体验到了 神秘是在 你真的按他的方法 你能做到一些 常人想象不到的一些效果 但是不神秘是说 他可以按照现代科学 现代体育运动的方式 向前演进 我的老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很长的 虽然我已经学习了 练习了十年 但是我感觉 我老师跟我离开之后 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 我依然可以按照 他给我讲的方法进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吧 你不能说老师在 教你你就进步 老师不在你就不进步 那请问这种东西能传承吗 对对对 是是 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正确的方向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 在这方面的贡献 在这方面的贡献 包括他的老师张志峻先生 在这上面的贡献很大 就是他真的是打了一个路标在那里 然后你可以按现在的方法 一点点的往前 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进步 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做 你会进步 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叫正反馈 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正反馈 而且反馈要快 就是越快越好 但是为什么说苦就是苦在这 这个的反馈快 是要靠你下功夫的 要把时间精力放上去 我们说有时候真的是全不离手 我虽然说也不会 我练拳 我不会把这一套拳 从头打到嘴头 从来不会的 找机会 因为记不住动作 那慢慢的呢 记住动作了 我就不站大了 我就会单独练 找我容易找到感觉的 那个动作去练习 我就反复练 就是说我们说的 十万小时的这个理论 就是要做一万遍 对吧 以上 或者十万遍 以上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感觉 我在练拳的过程中 我不是在学拳 我实际上是在改错误 是 对 就是你不断的在改 就是因为你 你的生活习惯 和你的用力的方式 完全跟拳力讲的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 比如说你假设你 二十岁学拳 那你二十多年前的这种方法 跟这个拳是没任何关系 而且 你要是四十岁拳拳 你一样你四十年前的方法 和这个拳拳也没关系 那你从四十岁开始学的时候 你要改掉这个方法 是非常难的 因为那些不好的习惯 用力的方式 已经深 深的直到了你的 这个记忆里头 肌肉的记忆里头 你要把它弄掉 你会发现 你只能慢慢练 为什么要练那个拳 那么慢 不是因为体力问题 是在让你去体会 你的用力方式在变化 你要找到正确的用力方式 所以你练一万遍的前提 是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 慢慢的就是有幸进入之后 我还能慢慢的感受一点 那个老师说讲的那些方向 我能自我纠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 你这样说起练错了 当然我不会打太拳 但是我打羽毛球 你说的这个 让我觉得在羽毛球中也是这样 羽毛球也是改错 真的是这样 就是羽毛球非常轻 大概五克左右 对 羽毛球非常轻 大概五克 实际上是什么 大人的话 你非常大 你比如说 他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他可以反手也好 正手也好 他很轻松的打到后场 小孩 七八岁的小孩 他可以打到后场 但是像我这种年龄比较大的 又什么 你力量是比他独的 但是你的发力是不对的 因此你就是打不到后场 为什么呢 就是你的方式是不对的 你发力方式不对的 而不是 他不是靠一种劲 他是靠一种 用力的技巧 对 就是一种发力技巧 你的发力技巧不对的话 首先容易受伤 而且你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不停地推箱子 其实小孩肯定不如你的力气大 但是他不是靠推箱子的这种力 而是他靠一个像甩鞭子一样 啪的一下就打到后场 因为他的球非常轻 小孩都可以打到 但是大人反而会打不到 就是你这个发力是不对的 但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包括我已经受伤了 好几个地方都受伤了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越小的小孩 特别是刚出生的小孩 他那个手 你会发现他经常会捏到一起 那种捏的 用力的那种方式 就是烧结零近 你会发现是什么呢 他在捏手的时候 他身体其他地方是不会用力的 你仔细观察小孩子 特别是满月的小孩 就满月子之内的小孩的这种 然后再往大一点 你会越来越发现 三岁之后 四岁 七岁 八岁以后 那用力方式完全就变了 就是说白了 这种变化是 慢慢的人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 但实际上跟太极拳的用力方式 包括你以后运动的运动 那个要求的发力方式完全不一样 哦 对 其实你就在改错 为什么改错 就是这样 就是在改错 因为女生的发力方式是不正确的 对吧 动作的快 是因为我打羽毛球 我打羽毛球就认识了很多球友 包括教练 我也认识这种教练 他就说不能教大人 为什么 大人他已经定型了 他的整个发力都是错的 你别以为他的力气很大 但是他就是打不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给他改过这个来 这个时间久了 就没办法 但是小孩他说六七岁的小孩最好了 因为他的力气不够 他又要打到后场 因为他是不能靠力气的 他就是要靠正确的方式去打的 发力方式 对 他是不受伤的 他就说你靠手腕抖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大人不会 他就会轮着大臂去搞 那小孩都会抖一下就可以 其实一样的 你们打羽毛球 你练的都在我们来讲 就叫烧结临近 这就是个典型体现 你正确打的方式 就是烧结临近 你说像个鞭子一样 就是那种 什么叫烧结 你可以拿着拍子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的烧结延伸到拍子的最前面 甚至更前面 对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讲你不要用力 你用力的话 实际上因为他是说 比如说我的已经是 他们有种叫网球走 但也叫羽毛球走 就是说为什么 这个教练给我们解释的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你的已经发力了 你的发力 他这个力是卸不掉的 因为你打这个五颗的羽毛球 你用不了这么大的力 然后这些力就不停的反作用在你的胳膊上 可不要受伤 你不要用力 你的那个肌肉不要用力 他就不会受伤 他说小孩都不会 小孩不会受这种伤 那么大人天天网球走 就是你用力太多 没错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一起 不管是正常人格斗的时候 或者说简单的推 这种力量的对抗 其实力都是你自己给的 怎么说呢 因为你给我一精力 然后你为了保持这个姿态不动 或者是稳定 你也会给我一精力 我给你一精力 你也给你 我给你十精 你给我十精 所以我觉得你的力量大 对吧 但是我要搞成 我不会这样子 太极拳的就是 你出十精力 不好意思 我几出一精力 但是我就告诉你 这个我们的技巧就是 我怎么样牵着你这个十精力 改变你的运动力的方向和速度 是 而且我就是像我们这种业余选择 经常打的就是网球走 包括业余打网球的也是 人家就是说 你这个不要用力 打球的时候不要用力 就动一下就好 在合适的位置动一下 没错 但我一直想不明白 怎么动一下 所以说我就说这种 就是要细心 就是说你要对他这种动作 或者这些术语 要做很细的 在身体上的这种训练 其实这才是很重要的东西 就不管做什么运动都是这样 因为你最终要通过你的身体 来展示这个运动 对吧 对对 所以今天跟你聊天很有收获 我应该再去练练 希望能有所帮助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拳就是这样 就是他让我改变了 对很多事情的认知 你通过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什么叫细心 什么叫做这个改错 对吧 然后你怎么去理解这种冲突 理解这些 就是你曾经看上去 好像一眼带过的东西 就是你 其实就是像显微镜一样 你放大放大放大 为什么练拳要慢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练拳 要是一个是慢 另外一个是要快 就是我练跟你讲那种寸进 我打出那种力的时候 你一定要快 快到你 做到你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加速度 对吧 那你练就是这样的 就我们开玩笑说 你要用中文的这个 玄学对的或五行的 什么叫阴阳 我们说阳 那就可能是那种高速的 发力很猛的 阴就是那种很慢的 它看上去没力的 对吧 为什么要从阴到阳呢 你如果说从阁斗来说 你光阴不是不可能的 打到人一定是很重 下手很重的 要不你总能制服对方 是 对吧 这个事情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是说完了 宇宙守护 本宇宙的基本规则 就是能量守护 对吧 最基本的守护原则 但是至少我没看到 现在能打破这个规则的案例吧 对吧 那你要遵从这个东西 那既然我们在这个法则之下 或者说这个规律之下 那你就想你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 我认同这一点 就是在电台 因为时间就是说 我最后我会剪出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前面的话 我可能会剪掉 我们闲聊的那一些 就是电台最后的话 我经常会请嘉宾 然后推荐一个书 或者是电影 或者是什么的 你有什么推荐的话 可以 书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不知道对现代人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有一本书 可能可以大家看 能买到中文版 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我想应该听过这个 这个是比较出名的一个书 因为书的类型有很多 比如说像论文型的这种 然后就学术类的 然后有艺术类的 对吧 有这种小说类的 对吧 怎么样 他那个书里头有写 而是他上面有很多的书单 就是那个书 那个在后面 他有些书单 正好也可以给大家去看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改变人 也没有人力 这个去说服一些人 只是说 每个人都这样 每个人都这样 我现在也觉得是这样 只有事情能改变人 没有人是被说服的 你只有碰上事了 你才会自己改 所以我就想推卸一些书 然后看看他们从书里头 能吸收一些 对自己有用的一些养分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很多人如果愿意去看的话 有本书就是科普类的书 叫隐藏的世界 好像是美国那个 美国格林 就是那个搞学书的那个 是吧 对 不是 那个不是格林图书 是那个格林写的那个 那个写的书 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个书 我在家里头 我应该最好能看到 这本书 我真的没看过这本书 我可以把它夹在书单里 我走了 这个书叫做 隐藏的现实 隐藏的现实 对 它的作者是美国的格林 就是Bring Green 这个大师 这是做旋论的一个专家 这个书的翻译 是由那个随李建龙 然后权伟龙 田苗 他们翻译的 这个书 说实话 为什么推荐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有关 这个虚拟宇宙啊 和各种这种话题 去讲的这种东西 非常多 有人去想 但是我为什么推荐他 就是我让大家去看 或者说去欣赏一下 这个顶级的科学家 怎么理解 虚拟宇宙 有多少种 虚拟宇宙 这本书翻译非常专业 因为他们这几个 译者都是 这个理论科学界的 这个专家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书 我觉得值得推荐 那个叫 这个作者翻译成中文 叫什么 布莱恩格林 可以隐藏到现实 我搜一下 这个我没有看过 我竟然 我这个肯定会去看看 因为这个书的 这个序代序吧 就是还是刘慈欣先生 做的序 我觉得 他太聪明了 现在 所以我觉得值得推荐 这本书真的是值得推荐 我给好多人 包括学这个什么 文科的一些人 也推荐过 他也觉得很不错 就是说里头 很多讲的一些东西 我作为普通人 或者大家这种 非专业领域 也不见得能看得懂 但是至少你可以欣赏一下 人家怎么理解虚拟宇宙的 人家如何思考了 怎么样从什么维度去思考 而不是说我们这种 胡说 就是怎么说的 胡乱编造的这种方式 没有根据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现在科学建立起来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 我认为 或者说 也是听别人讲的 两个基础原则 一个叫休莫功力 对吧 非同寻常的主张 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奥康姆剃刀原则 对吧 若无必要物增实体 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东西 真的在我使用中 非常实用 对我的现实工作 或者生活中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刚开始 去学这些东西 或者看这些 当你信息很多的时候 有一点 就是如何辨解真伪 如何防止自己被骗 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两条原则非常管用 可以可以 好 我这个书看看 好 对 还有如果说 在对哲学类 有感兴趣的 有一本叫什么 哲学的故事吧 也是美国人写的 翻译的 哦行 这个我也没看过 看来你推荐了很多书 我都没看过 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就是至少他把各种哲学的门派和主流的都给你列了一下 这个我不是说让大家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一定从事哲学或者说什么 但是你会看一下就是这些大师们怎么想 对吧 那他们怎么想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他们呢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当时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培训 有一个台湾的老师 那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了解一个你不了解的行业 就是你想去了解一个你不了解的行业 你如何快速的知道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 现在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说将要发生什么 对吧 或者说本身是什么 就看这个行业的顶尖的前几位的人说什么 对对对 对吧 他说那些泰斗决定了这个行业的方向 他们对这个行业是最理解的 哇 我觉得这个老师给我讲 我觉得很有帮助 是 确实是这样 因为你找一些不懂的肯定不行 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 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的这种 砸子砸巴的东西 对吧 作为消遣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你要是作为 你要想吸收他的上有什么内容的话 还是要加一些自我判断吧 说大的叫什么 这个要批判性思维 电影 好 这三位数 好嘞 对 电影我觉得 说句实话 我完全觉得就是每个人去看电影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了 比如说我有记住比较深的感受的就是X战警 那个片子 那个片子不是说他科技或者什么做的 其实我就觉得有一部 X战警的第几部 第三部还第一部 那个女主角 不是在那个大坝崩溃的时候 然后跟那个教授 X教授之间的一段心灵的对话 就是他把那个飞船 就是那个战斗机拖起 然后让他们走 然后大坝把他淹了 对吧 那个女的主角被淹死的就是那个 我觉得那段对话里头就是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 就是什么叫选择 你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人生确实是在不断的选择 但是每次选择之后 不要再去 不要再轻易的再做选择 我倒是都看过 但是我忘了有这个桥杖 我就知道她是那个谁的女朋友 金刚狼的女朋友 对金刚狼的女朋友 对没错 这个所以说我觉得看东西就是 我只是说分享我的经验 就是你可能跟电影中的有些地方共鸣一下 一本书或一个电影能让你有一个触动 我觉得就足够了 所以如果说你看完了很多电影没有的话 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为什么跟这个世界没有产生共鸣 对可以 就这个电影 我没想到你会推荐一个这种超人 超级变动人 他其实这个故事情节我不是很重要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过程中 我跟你讲的 他那个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选择 如果做选择 他为什么为了牺牲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会让我触动去想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如何做选择 我自己该怎么做 就是这样一个感触 X战警第三步是吧 三步还是 我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三 因为你看我其实对很多这种细节 名字啊电影啊 很多东西都记不记得 不是很明确的 因为我知道是真死的时候 就他是黑凤凰嘛 他应该是第三 第三部应该是叫叫叫 第四部就是金刚狼2了嘛 我都看这个漫威的我全看 还是蛮不错的 他很多的片子还是很不错的 他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出动 所以就分享一下 那不一定说推荐给 看观众一定要去看了 就是我只是分享一下 我如何去理解电影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嘞 如果没有的话 咱们就结束这个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没事 反正我就说有机会了 还可以继续看 继续聊天 可以可以可以 好嘞 再见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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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m